大家好 10点还不到差5分 21点5510月16号 这有个消息 说是上海市场监管局 工商局发布一个消息 夜谭 夜谭不是老拍马屁吗 最近夜谭工作室 发布了违法广告 给罚了16万 不是一直拍马屁吗 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这个没拍好 拍到马蹄子上了 是吗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说这个 2021年的6月9号 上海市静安区的市场监管局 对上海夜谭金融信息服务工作室 发布违法广告的违法行为 依法做出责令 停止发布广告 责令广告主的相应时间内如何如何的这么一个消息啊 罚了他16万啊 现在看来啊 政府真缺钱了 他管你拍不拍马屁 溜不溜须 是吧 歌功颂德不歌功颂德的 反正 找你点茬 对吧 很容易 当然这个夜谭这个嘴脸啊 最近也越来越恶心啊 前几年他还能说点实话 比较客观的啊 当然了 他各方面 我听说啊 听说他也没什么专业 然后 反正会包装 会钻营 会拉拢 会来事 情商高 大概是这一次 也是所谓的混圈子的啊 就在那个财经圈啊 金融圈啊 大老板的圈啊 是吧 反正这个农庄厌抹吧 风韵游存吧 徐娘半老吧 反正是吧 他基本上原来是舔资本啊 我感觉他是舔资本 现在呢 一看这个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 他开始舔政府 是吧 反正 谁有权 有钱 有势 是吧 反正哎 要不然当官了 要不然是大老板 他舔 是吧 因为这个 他有出厂费啊 车马费 给他红包 是吧 他不白那什么啊 不过这个人说话 最近是越来越过分啊 很过分啊 现在在舔的 这两年在舔的晚了 是吧 早干嘛去了 对不对 你得早就会这个 是吧 站队啊 有人说中国的政治 就俩字 站队 是吧 就是跟人 跟对了人啊 其他的都不存在 是吧 总体上 中国是处于八百年前的这么一个形态啊 反正现在啊 这刀就乱挥乱砍啊 没办法 是吧 好